哈囉 歡迎來到五歲大董德國際關頻道 我是LARA 請問一下喔 你們有看過這張照片嗎? 沒有 這張照片最近在台灣的新聞上面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是誰嗎? 這個是蔡英文 這是傑文 這是蔡英文 喔 一個是蔡英文是台灣的總統 那另外一個是傑克 你怎麼看得出來那是傑克啊? 因為他這邊有這個flag 這裡應該在mask上面 喔 在他們的口罩上面呢 你有看到國旗 沒錯喔 你們猜對囉 這個是傑克來的客人 但是呢 他不是傑克的總統 他是傑克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跟台灣說話的那個誰 就是跟其他國家說話的 喔 你是說外交部嗎? 對 負責代表一個國家對外說話的那個人 對 他是另外一個部門 他是參議院 有點像是台灣的立法院 立法院就是一個國家 如果你要制定一些規定跟法律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有人提出來 然後要大家來討論投票表決通過 所以這就是立法院 那在傑克他就有他們的參議院 這個人是參議院的院長 他最近帶領了總共大概89個人來台灣訪問 你們記不記得這是什麼? 在哪裡的照片? 就那個在傑克的那個 Museum 在傑克的一個農業博物館外面的照片對不對 那不是農業博物館 那是車子博物館 對啊 他就是一個農業階械的博物館 然後這個標誌對嗎? 這個標誌是什麼? 你們有看過嗎?在路上 斯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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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車子的品牌喔 那這個車子你猜猜看 你一定猜得到這是哪裡做的 我知道 德國在戰爭 喔 你覺得是德國啊 你覺得呢? 傑克 你覺得是傑克 它是傑克的牌子 但是它是大戰爭的嗎? 我說它是因為戰爭 德國呢 它的Volkswagen呢 還有Mercedes Benz 其實啊 你會發現啊 在歐洲有很多很多的做車子啊 或是做一些機械工業的牌子呢 他們在一開始呢 可能是為了戰爭 但是這個斯可達呢 他那時候做了很多的類似像 公車 油軌電車 烏軌電車 油軌電車 嗯 是呢 地上有軌道的那個軌 它對 沒有錯 Alicia說對 還有這種大型的農業用的機械車 對 所以他們做了很大型的機械車 我跟你說 傑克 這個國家 在100年前呢 聽不到 可是工業大國 160年前左右呢 斯可達這家公司它就成立了 你猜它一開始 做 做什麼? 農業 好 我給你猜喔 第一個 汽車 不可能 第二個 飛機 不可能 第三個 機關槍 我加一 你就是一 一是汽車 三是機關槍對不對 對 好 公布正確的案子 嗯 噔噔噔噔 耶 答對了 沒錯 它一開始呢 做的是機關槍 做的是機關槍 那時候很多戰爭 沒錯 它呢 做了非常多的槍 捷克出產的槍呢 可是非常有名的喔 在剛剛的影片裡面 我們提到了 Skoda 斯可達 這間公司呢 在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是在1859年 它成立的時候呢 還沒有捷克這個國家喔 那個時候叫做 奧匈帝國 奧匈帝國裡面呢 有個貴族的家族 他們就成立了這樣的公司呢 要做一些跟機器 還有金屬有關的事業 後來呢 他們就請來了一個高級工程師 Amel Skoda 他就把公司的業務呢 轉向作為跟軍事有關的 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那這家公司呢 可是當時候歐洲呢 數一數二最大的兵工廠喔 後來啊 戰爭爆發了 奧匈帝國呢 也沒有了 這個地方成為了一個國家 叫做 捷克斯洛伐克 後來這段期間呢 公司呢 他便開始朝向於交通工具來發展 在當時候呢 他也成為了歐洲呢 最大的工業集團之一 而前年呢 Lara跟小孩在布拉格的農業博物館裡面 所看到展示的這些大型的農業機械設備呢 應該就是呢 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段期間呢 他們所發展的農業機械的車子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呢 有關於汽車這個部門呢 他變獨立出來 後來呢 也就成了我們在路上比較常看到的 Skoda這樣子的小客車 一直到現在 2020年啊 捷克還有非常大的一個兵工廠 叫做捷克兵工廠 他的英文的簡稱呢 就是CZ 還佔有捷克出口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貿易喔 那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捷克啊 在這一百多年來 居然是整個歐洲這麼會製造 而且製造這麼多的兵器 捷克人是不是很愛打仗啊 其實沒有喔 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會稱讚捷克 是歐洲最美麗的國家 答案就是因為 他並沒有遭受到太多的戰爭的摧毀 為什麼呢 Laura是下一次告訴你 記得要分享 打開小鈴鐺 更按讚 So Adiós Amigo Cheers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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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